4.开机 首先要把电器箱部的主电源开关向上抬起 然后按下变频器上的RUN按钮 这时机器的动力的电源已提供 使用上下箭头将显示屏的数值调控在15至20之间 压下定转刹车按钮 用液压油壶对所有的润滑点、红色标记进行注油 匀墨盘部4点 墨盘秃轮2点 轨道两侧 链条 手动匀墨手柄 偏心拉杆两处 初纸触油杯两处 这些点每般一次加机油 按下运转按钮 观察下部油窗 煮传动部分是否上油 压下定转刹车按钮 打开飞人箱护照门 里面的散指轮每个星期加一次黄油 拉指头处直立和离合 每页加一次黄油 加好油后 检查各旋转部件之间有无障碍物 用点动按钮间歇性 视转机器三至五圈 确保运转无异常后 可按下运转按钮 进行工作前的逆热润滑 五 各部位开关介绍及公用